我们这里有个连友 住在新北市的板桥 罗斯杰 他的儿子就是幼怡症 练我们这边的四大腹中 练不下去了 因为幼怡症就没办法练 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连友来 幼怡症 现在幼怡症也很多 他坐不住 一看到法师要到我们讲成开车 他已经跑掉了 他说不听了 他的业力就逼着他不听 那我们那个罗斯杰 他后来怎么治疗他儿子的幼怡症 他知道这是一个业障 他就跟地藏菩萨发愿 他说我来送一千步的地藏经 来消除我儿子的业障 而且他刻起起症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练完 我们修行发愿 最好能够刻起起症 比如说你发愿一千步地藏经 你至少开个时间出来 你不要说我十年连一千步 你不要说我十年连一千步 你不要说我最少三年 一天一步 一连三百六十五步 那三年一千步 你要定一个刻起起症的时间 就像打佛七一样 打一百个七那个道理一样 因为你刻起起症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怎么讲 你有一个目标 你可以去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这个罗斯杰就发愿说 要送一千步地藏经 多久半年之内送完 那非常感动 半年的话只有剩下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的一半 那一百多天而已 那他怎么做呢 他就叫他先生说 你帮我分担个几百步 我自己练个几百步 他们两个夫妇 就在半年之内送完七百步 他的婆婆帮他练三百步 加起来一家三口 半年送一千步地藏经 送完以后 他儿子竟然悠悠症好了 前一天七殿四大夫 父中就继续练完 现在在练大学了 这是佛家对悠悠症的治疗 那现在日本这个医生里 他是用桃家的无尾 其实他这个是什么 他是治标 佛家内治本 我们这个是不是说 在分别彼此 确实是有确实这个公案 他是真的悠悠症做好了 悠悠症这个做好了 一千步的地藏经 消除他的业力 那这个日本的 这个医生就发现说 这个病人的家属 礼拜六礼拜一来以后 病情会恶化 所以他就跟 病人的家属耶法三藏 他说这样好了 下一次来的时候 你照我的规定来做 你带你爱看的报纸 你爱看的书 你到了这边来看病人 到了以后不要讲话 你静静的坐在病人的前面 看你的书 听你的音乐 看你的报纸 什么都不要说 然后病人如果问你问题 问家属的问题 你只能长话短说 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不要说 三年两语就把它结束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让他想太多 哎呀 现在是因为你住院了 现在小孩子又不读书了 小孩子又离家出走了 我跟你讲 他病情一定恶化 一定恶化 哎呀 自从你生病以后 我现在工作也不顺了 家里三章不记了 他病情一定恶化 这些不能受 这是真的 家里如果有一症的病人 我跟你讲 真的很苦 很苦 好 真的用佛法来解解 拜佛忏悔 放生吃素 改过千山 祭沙放生 诵经回向 念佛要回向 一定可以解解 第七字诸子 我们讲到有个忧異症的世界 没有一个佛事业 你说留他 刚开始来我也不习惯 他刚开始来说 都到我们后面一个人 在后面一个人吃患 我不晓得他是忧異症 我问我们志工说他是谁 他们偷偷跟我讲 是老师他有忧異症 我就特别的包容他 我说没关系 我就让他比较有特别的行为 那么经过我们这样不断的把他接引 不断接引以后 他现在来以后 早上来会参加读诵 无量寿经一步 然后再参加念佛绕佛 他的师兄 他的先生固定早上 一定把他送到我们讲堂门口 有一天他的师兄就过我们讲堂 志工讲 说我的师姐的忧異症是真的已经减轻 而且慢慢在康复中了 他说你们佛法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佛法它是智本 从根本解决哪里 业力嘛 心地嘛 万法为心照嘛 你从业力 罪宠心急将心灿嘛 心若妹死罪一亡嘛 你从业障期忏悔嘛 你跟燕心灾祖忏悔嘛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 优异症的世界现在就好了 好像稳定了跟正常人一样 我们救了他的生命 也救了他的慧命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舍众生 不弃众生